事实已经在河东上标明了 大宝眼不口服 河口的夜市小吃也是远近闻名的 暮色降临后天气更加温润凉爽 华灯璀璨的街巷上 当地人和外地人混杂在一起 其乐融融地分享着美好的时光和河口的食品 在河口到了晚上 你可以约几位朋友来到他的小吃一条街上 尝一尝云南特有的几种小吃 像他的烤豆腐 烤香肠 烤鱼 还有好多好多我都数不清楚了 让我先来尝尝米线吧 味道挺不错的 河口人懂生活会享受 月明风清的晚上 母子相邪 情侣相伴 看着熊熊的火光 嗅着浓浓的芳香 此时品尝的不是美味小吃 而是生活的美好和甘纯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旅游 我们来到了古城建水 开始了滇东南之旅 建水位于滇东高原之南红河之冰 距今已经有1200年的历史了 元代以后成为了滇南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悠久的历史和非凡的自然地理条件 使建水成为了游客小网的地方 不到建水 很难想象这里会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 来到建水 很难相信这里竟是远离中原几千里的边陲古镇 联通实行网络开放 电信愿意敞开大门 和联通互联互通 这个协议的具体内容是 从今年三月开始 联通将在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济南 武汉等25个大中城市 开展长途电话业务 而且它可以使用中国电信已有的 国内电信网络 不必再自建 用户如果要使用联通的网络 不必再另外申请 只需直接在区号前 加拨193就可以 在价格上 联通的定价 最多可以比国家定价下幅10% 中国电信有关人士表示 限于国家定价 电信的国内常化费用暂时不会降 但不能排除 由于基层经营网点的竞争 引发价格战的可能 联通公司是我国第二家大型国有电信公司 此前 它的业务仅限于移动电话 传呼IP电话 和天津 成都 重庆三个城市的室内固定电话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观众朋友 云南摇安今天早晨发生地震以后 本台记者迅速赶往现场 今天晚上9点 记者从地震指挥部发来消息说 截止目前 摇安地区已经发生多次余震 但没有再造成人员死亡 各位观众 这里是云南摇安地震灾区 地震毁坏了许多房屋 受灾群众正在连夜搭建临时帐篷 据初步统计 这次地震是 是分布在厄尔多斯农牧区的基层文化站点 近年来 尽管县乡村三级文化部门 相继建起了一批文化场所文化设施 但由于站点少 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牧民的文化需求 在深入农牧区寻求解决办法时 文化干部们发现 一些农牧民经常在家里自娱自乐 吸引了不少左邻右舍亲朋好友 于是决定用文化户的方式 把文化网络建设延伸到分散的农牧民家中 而旗里的文化馆 苏木乡的文化站 嘎茶村的文化室 就成了文化户们的才艺培训基地 和图书科技信息资源库 过去都是自己哼小曲唱小调 土打土闹 现在文化部门不但给我们提供培训 还派人和我们一起编节目 目前分布在厄尔多斯草原上的文化 今天就有六千多人 利用难得的假日充电学习 遨游在书的海洋 南京路世纪广场上举办的 爱我中华大型文艺演出 把56个兄弟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们用欢乐的歌舞 抒发了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幸福和自豪 在广州沙滩音乐节上 动人的音乐 开心的人群 艳丽的烟火 勾画出国庆佳节的美好场景 国庆期间 新落成的天津海河外滩公园 一场名为东方神韵的歌舞节目 让数以万计的天津市民 沉浸在浓郁的喜庆气氛中 在江苏 湖北 山西 宁夏等地 各种主题鲜明的群众文艺演出 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祖国各地场场活动热街头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涌现在街道社区 人们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国庆黄金周 石家庄市民拿出自家养的鲜花装扮城市 青岛南京的青年志愿者 义无见识垃圾 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个快乐的假期 让自己的举止文明起来 普通的吊篮绿竹 珍贵的罗汉松赫王兰 虽然市民们从自家搬出来的花卉 档次不同品种各异 却为极热的城市增色不少 把武装的又一条武器弹药和兵源的布局线 俄联邦部队驻北高加索集群副司令特罗舍夫14号说 格罗兹尼很快将处于联邦部队的控制之下 几天来联邦军队还对格罗兹尼以西18公里的阿康卡拉城进行了战后清理 这座城镇是11号被联邦军队解放的 俄罗斯武装力量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尼洛夫14号表示 俄罗斯新的军事学说草案规定 在俄及其盟友遭到侵略的情况下 俄将有权使用核武器 马尼洛夫是俄罗斯新军事学说的制定者之一 他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指出 新草案明确无误地阐述了俄将核武器视为威慑手段的立场 他说新草案规定 在俄及其盟国遭到常规手段无法阻止的侵略时 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 草案将于近期提交俄联邦安全会议审议和国家元首批准 估计将于今年2月份生效 马尼洛夫指出 1993年通过的军事学说 只说明了俄不使用核武器的条件 而没有将以核威慑作为维护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手段 反对美国主导北约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